5月16日早上7点30分,随着CX2062航班的降落,大熊猫白云回到了阔别23年的家乡,而大熊猫小礼物也跟随妈妈第一次踏上家乡的土地。 当天中午1点,搭载着大熊猫白云小礼物的运输车,缓缓驶入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,都江燕青城山基地大门。 在大熊猫兽医专家检查完白云小礼物的状态后,热情的工作人员们有条不紊的卸载运输笼,饲养员耐心地引导两只大熊猫进入隔离检疫区,大熊猫眷舍。 就是之前对他们的这个卷舍的环境,周围的环境,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,一个每天的一个安全方面的巡查。 然后就是比如说像树木啊,这些,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,还有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消毒。 每天会进行卷舍类外的消毒,然后确保在检疫期不发生任何意外情况。 通过大熊猫兽医专家与饲养师的初步观察,目前已确定两只大熊猫没有严重应激反应。 接下来,兽医专家将对两只大熊猫进行为期一月的检疫检查。 这两个猫我们从机场接到到现在看起来整体状况还是很平稳的。 猫从各方面的精神啊,还有一些其实硬性状态看,都还在有就是这个正常的范围之内。 接下来一个主要是看它有没有就是带携带一些,比如说对熊猫有威胁的一些传染病啊,或者是一些其他的,还有寄生虫啊这些。 这一块还就是整个它的一个精神状况,还有就是身体各方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生理指标,这个都是我们重点监测的一个一些内容。 随着大熊猫白云小礼物的回国,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海归大熊猫种群已增至17只,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海归大熊猫种群。 同时,该保护研究中心计划在检疫期结束后,将安排两只大熊猫与公众见面。 在检疫期结束的时候,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前面的评估,今天是16号,那一期一个月以后,如果是一切正常的话,它就可以向公众开放。